- 開場的櫃檯 我覺得起初的困難應該是說我們五個人的目標吧 不明確就是說沒有沒有一定是想要進職業還是什麼樣子的 對那就是因為有MS這個公司的出現 對然後就是大力也推廣了我們 然後變成我們就是在面對這些困難就是彌亡 覺得他只是一個夢想 可是現在一定變得不是夢 對 就是希望與理想 就是一次都可以實現 就因為有MF在 因為其實我們從曾經之後開始 到比賽前兩週的 氣氛都是非常和樂的 但是到比賽前兩週的時候 我們遇到了一個撞牆期 我們之前的打法 都主要都是以本能在打 就是不經思考的 就是可能習慣來做一個判斷 但是從我們的教練 跟我們說需要用思考 經過思考之後再去進攻 或是撤退之後 我們那個時候遇到了一個 蠻大的狀況 經過了很多磨合 到最後一個禮拜 真的到了程式在前一天 前一個禮拜這樣 才開始磨合起來 我一直覺得在現在的MS 就是以前的MSG 他們要拿下這個資格 其實相當相當不容易 我都稱之為它叫做奇蹟 因為其實他們之前有人還在上班的 然後他們有生活壓力的 他們並不像是 一般職業隊伍 有很多的 譬如說一些 或是一些 有業餘隊伍 他們可能有一些職業隊的資源 然後可能可以給他們 一些戰術的分析 他們其實是完全都沒有的 那當我們接觸到他們之後 他們的確就是三排 個人的操作技巧 是很好的一個隊伍 但是真的缺乏了很多的團隊 跟一些戰隊 我覺得當然就是因為 傳說對決這款遊戲 然後因為他們 畢竟都不是我的現實朋友 孩子什麼之類的 都是從這款遊戲裡 打牌位一起認識的 對 然後就是因為 一些業餘比賽 然後我們停起來 我們覺得就是因為緣分吧 讓我們聚在一起 讓我們的個性 什麼都很合 然後一起走走走 走到程式在這裡 因為其實在我們加入職業聯賽之前 我們有打過許多的業餘比賽 當然業餘的比賽 跟職業聯賽相比起來 難度相對比較低 當然獎金也不會比較少 但是 為什麼會套入GCS 是因為我們 不只想要在台灣的舞台上面 發光發熱 更想要在世界舞台上面 多的冠軍給大家看 在變成職業選手之前 我們團練的時間其實很少 可是 在變成職業選手後 我們密集的 團隊訓練 剛加入隊伍的我 完全跟不上隊伍的節奏 可是在隊友的幫助 與鼓勵下 才盡盡地培養出團隊默契 因為我從小就很愛玩 很愛打遊戲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 把打遊戲當成一份職業 所以就想要加入職業隊伍 愛打遊戲 家人絕對是反對的 對 因為畢竟這就是一個遊戲 它不像其他正常的工作 有正常的收入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 打遊戲的比賽而已 那他們就是 覺得這沒有前途 沒有未來 對 然後 我希望在之後 一次次的成績 能帶給他們 讓他們也為我感到驕傲 這樣子 我覺得 一個隊伍來說 最重要的其實是感情 因為 當每一個隊員之間的感情是好的 他們有辦法去思考 到底這個團隊有什麼不足的時候 才會讓這個隊伍有不斷的前進跟成長 那如果當今天 永遠都認為自己沒問題 不斷在責怪隊友的時候 其實這個隊伍 他會呈現一個前進不前的狀態 所以我對他們最大的要求是 當然自己要做訓練 但彼此進入的感情 跟檢視整個團隊打法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們能夠貫徹這樣的一個想法的話 我想其實隊伍未來會變得非常可以期待 其實蠻想感謝一路支持我們的AA 因為他一路陪伴我們 然後讓我們成長進步 還有指導方面 對 然後 他花了蠻多的心力在我們身上 所以 我們不會讓他失望 我們最想要遇到的對手 當然是世界冠軍SMG 因為他們我們在前幾個禮拜 他們環島的時候 我們 慘敗 然後 所以我們 想要 去一次 然後打敗一下 我希望我加入這個隊伍之後 可以幫助這個隊伍 令到冠軍 令到所有人知道 我們MSG是最強的 對我們這一隊的期許是 能在戰場上取得更好的成績 那也希望能 爭取 出國 讓我們成為台灣代表隊 拿下世界冠軍的頭銜 MHZ WIMIT WIMIT